我暗恋我的保镖 他却总是对我爱搭不理 我给小爸一万块 让他霸凌我 想一次引起保镖对我的关注 计划实施当天 小爸当着我的面 给保镖点了一根烟 缠没倒 哥 你家小公主的脑子 是不是有点什么毛病 保镖微眯着眼 朝我吐了一口白雾 童天起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 则 你不小心吐真言了 我爸具有钱 有钱到 从小我就被贼盯上了 千房万房 家贼难房 高三那年 我被保姆绑架了 就我的是一名退伍军人 我爸索性直接聘用了他 让他留在我身边 当我的私人贴身保镖 还真别说 自从他在我家住下 我噩梦也不做了 心情也不忌郁了 每天最期盼的事 就是早上起来能看到他 高考结束后 我提出要去云南旅游 其实我是想和大叔来一场 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旅行 出发的前一晚 我彻夜难免 有紧张 有兴奋 还有少女怀春的悸动 我一个方云十九的准大学生 彻彻底底在爱情的漩涡里沦陷了 可第二天 还没来得及荡漾 就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机场直击时 我偶然在他钱包里 发现了一张漂亮女人的照片 我没忍住 开口问了他 那是你妹妹吗 男人会莫如深地看着我 摇了摇头 嗓音低沉 她是我的命 我说不出当时自己是怎样的心情 爱情的花朵还没绽放 就被人连根拔起 枯萎了 一路上我都一直闷闷不乐 想好的告白 轻轻抱抱举高高一个都不能实现了 落地当晚 我随便找了个酒吧 打算借酒消愁 不胜酒力的我 几杯入肚便醉意上口 大叔坐在我对面 始终保持着那张扑克脸 我微深地逆着他 喊笑出声 陪我喝几杯吧 男人面无表情地端起桌上的酒 一饮而尽 酒水润湿了他的脖唇 我自下上仔细端向着他 高挺的鼻根之上 是一双深邃而又默黑的丹凤眼 五官立体分明 一头利落的寸头 坐姿比挺 单坐在那儿 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禁忆感 我没话找话 自顾自地聊起了天 你当兵期间就过人吗 男人闻言 表情竟有一丝均裂 微醋着眉 哑声提醒 你喝多了 或许吧 我处塞歪头 手指无聊地在桌子上画圈 我换个问题吧 你不很爱很爱的人吗 说完 我抬坐对上他的眸 心没有来得紧缩了一下 有 听到这个意料之内的答案 我眼眶一热 喉咙哽咽 曹 我躺在酒店的大床上 辗转难眠 大叔其实是个渣男 对我欲情故纵 不对不对 他要是养鱼 怎么会直接承认 有喜欢的人 可他刚刚为什么会 情不自禁地帮我擦眼泪 难道对我有好感 看着不像是 脚踩两条船的人呀 啊 我烦闷叫了一声 从床上起身 穿好拖鞋 直奔大叔的房间走过去 站在房门前 我又开始愁出未定 人家可能就是随手帮个小忙 我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 越想心越乱 站在原地 我烦躁地开始折磨我的头发 彭小姐 文生 我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寻声看了过去 只见大叔手里 加了根点燃泥烟 神情有些颓然地 向我走过来 找我有事吗 我点了点头 随即又摇摇头 你刚刚为什么会帮我擦眼泪 你带充电线了吗 我手机快没电 才发现忘带充电线了 话落 我在心里深深鄙鄙了一下自己 背后各种胡思乱想 在人家面前又耸了一批 稍等 我去拿点你 她的手机在此时突然响了起来 零开门前 我清晰地听到了 电话那端传来了年轻女孩的声音 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回到房间 心想针扎一般 又疼又骂 关好门 我直接扑到床上 将头埋在背里默默落泪 童天琪 你就这么喜欢她 第二天红肿的眼睛给了我答案 我坐在自助餐厅里 无精打采地切着盘子里的荷包蛋 男人早早吃完 漫不经心地盯着我摩扬公 清哥 文生 我和大叔双双寻声看了过去 见到来人 我心不由一致 既是照片里的那个女人 我下意识转头看向大叔 只见他脸上的表情毫无波动 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大哥 不是说它是你的命 你这个反应 未免太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了 女人那双炯炯有神的毛子 朝我看了过来 脸上的笑意却比起刚刚淡了些 有什么事吗 大叔嗓音冷烈 仔细听还带着一丝目意 女人欲言又止 平平看向我 哦 懂了 嫌我妨碍他们聊天了 我主动端起盘子准备离开 那个你们聊着 我在取点吃的 刚迈出几步 身后便传来女人的娇参声 清哥 昨晚是我冲动了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难怪大叔态度冷淡 原来是小两口闹脾气了 本以为这趟旅行是结束单身之旅 到头来却变成了吃狗粮之旅 我这命真苦 不行 我得吃点什么硬颈 接了杯咖啡 抓了一大把糖包 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再到第三包糖时 他们两个人来到我面前 小朋友 咖啡本来就是苦的 如果不喜欢 可以换果汁 你倒多少糖 也盖不住它的本位的 小朋友 无如我165的身高 还是无如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 这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真是让人火大 他刚刚看向我时 我就莫名感受到了敌意 这生小朋友 说他不是故意叫的 鬼都不信 或许是我和大叔 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东西 他吃醋了 可我并未做出任何出轨的行为 也没要跟他抢男人 我行的正坐的值 被他毫无理由的针对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我将手里剩余的糖包扔到桌子上 沈笑 小姐姐 你如何看出来 我不爱恨 谁又规定咖啡里不可以放糖 按照你的说法 星巴克只准买美食去乃去糖 但凡买了别的口味 就是不爱喝咖啡 女人面色一僵 被我对得从脖子红到了脸 他求助的逆向大叔 楚楚可怜 相似受尽的委屈一般 我端起咖啡一眼而尽 茶医精湛的绽放出一抹真诚的笑 小姐姐 我这个小朋友年纪小 说话比较重 你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说完 我去里演大叔 最好别帮这个女人说话 不然我今天在这儿 给他们表演一场单口相声 见对方二人双双进了声 我满意地放下咖啡杯 吃醋生气 找你男朋友去 阴阳怪气地针对我 对不起 小朋友脾气大 不惯着 我回房间撸了个淡妆 虽然心情不美丽 但不能因为个还未开始 就已经结束的暗恋 就一直消沉下去 来都来了 怎么也得拍点好看的照片 证明我同天期曾到此一游 要不我爸总说 他这个闺女人小心大 我妈死后第三年 我爸就领回来一个新女朋友 他以为我会歇斯底里地反对抗议 没成想我欣然接受 还主动找到他 但他不用顾及我 自己喜欢就好 要说心里对此 一点都不介意也不真实 可人要往前看 我总不能要求 我爸为我妈单身一辈子 何况那时的我身患残疾 本来就是我爸的脱油瓶 不能再成为 他追求下半辈子幸福的阻碍 我给大叔打个电话 称自己要去尔海 很快大叔就坐好了车 通知我下楼 刚要上车 身后传来一道女人的声音 彭小姐留步 我顿着脚步 悬声回头 只见大叔的女朋友 朝我们走了过来 他娇羞地看了一眼大叔 休暖开口 彭小姐 我是一个人来的 人生地不熟的 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同行 我偏过头看向大叔 想听听他的意见 可对方并未表态 也是 带不带他女朋友 他也做不了主 毕竟他受雇于我家 我不是伐海 棒打鸳鸯的事我也 不屑干 无非就是多一个人搭车 我索性成全了他们俩 须于 我们一行三人抵达了尔海 我站在岸边 连遍不绝的苍山 若隐若现地溺在白云之间 成全的白鸟从蓝天划过 时而有游轮在 一望无际的尔海里 云速行驶 我朝着天空大喊了一声 心情顿时畅快了许多 棒买点鸟神 我要喂鸟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在大叔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上 竟看出了一丝笑意 那是红嘴鸥 啊 还不是鸟 大叔离开后 他女朋友主动靠前站在我身边 自爆家门 童小姐还没自我介绍 我叫屈灵 我并不想跟他有过多的交集 陌生点头算是回应了他 谁知对方又继续搭话 你喜欢亲哥吧 我错愕地转头 对上他笃定的谋 看来我的第六感没错 屈灵讥笑一声 但他不可能会爱上你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爱上任何人 我扭回头 望向自由翱翔的红嘴鸥 难难道 我不会做出任何破坏别人感情的事 至于他能不能跟你白头偕老 是你们俩的事 感情需要自己好好经营 而不是一味地恶意揣测别人 屈灵瞬间连起脸上的假笑 面目随即变得争鸣 你说我和你一起掉进水里 亲哥是会救你 还是我 无聊 还不等我话音落下 对方突然向水内方倒了过去 我下意识伸手拉住了他 却被对方借力拉下了水 而海的水瞬间灌入我的口鼻之中 我无助地在水里扑腾 眉眉想喊救命 气息都被倒灌的水给淹没 我求救地看向黯然无恙站在岸边的屈灵 他无动于衷地朝我凝笑 似乎在享受着我激临死亡的状态 双眸中近是狠利与愤恨 我的意识渐渐变得混沌 整个身子沉重无比 就连拍打水面的动作也随之变得越发无力 同天起 此时传来大叔急切的声音 屈灵闻声 瞬间变脸 佯装焦急地在岸边大喊 清哥 快就对佟小姐 我很快被救了上去 大叔不停地帮我拍打着后背 片刻后 我咳出了水 后怕的大口喘得粗气 屈灵站在大叔的身侧 故作担忧地问道 佟小姐 你还好吗 真是对不起 刚刚我被石头绊了一下 差点摔进水里 好在你及时拉住了我 我却因为一时惊慌失手 把你拽进了水里 他话音彩落 我抬手就给了他一记重重门过 在我想打第二个时 大叔抬手拦下了我 放手 我冷声命令 大叔依然握着我的手腕 试图转移我的注意力 我们先回酒店换身衣服 不然容易感冒 我叫你放手 我对他的话置若罔闻 情绪逐渐失控 从他手中挣脱无果 我随即抬起另一只手 又给了去林一巴掌 只见他的脸上 瞬间显现出两个明显的巴掌印 他捂着脸 双眼含泪地看着大叔 哪里还有刚才那般丑陋的嘴脸 见他顾半柔弱 我怒意更甚 薅住他的头发就往河边走 大叔再次出手 控制了我的双手 沉声劝道 先回酒店再说 回酒店 到时候恐怕你早就 把你的心上人藏好 还能让我出气 一股委屈涌上心头 哽咽出声 你知不知道 刚刚你的命 差点要了我的命 大叔不由分说地横抱起我 急步向停车场走去 我在他怀中挣扎 头顶陡然传来一声暗哑的声音 他不是 他不是我的命 大叔把我送回酒店房门口 快进去换件衣服吧 等你情绪稳定了 我会带驱灵来跟你道歉 我诧异抬头 不确定地问他 所以你是相信我的 也认为他是故意拽我下去的对吗 男人顿了一下 谋色沉了几分 不管驱灵是不是故意的 他差点害你逆亡是事实 理应跟你道歉 说完 他转身就要离开 原来他并不是相信我 而是想尽快帮驱灵解决好这件事 我忽略掉心中的酸涩 出声叫停了他的脚步 你刚刚说他不是你的蜜 大叔面色一僵 一时间沉默不语 没否认 却也没承认 我越发肯定 他们之间并非是情侣关系 这是我的私事 他的声音中 透着几分不耐 见他又要离开 我下意识要去拉他的手腕 却被他当即躲开 看着空落落的双手 以及大叔 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 我咽下苦涩 低声嘶喃 驱灵根本就不是你女朋友吧 而且 你其实知道我喜欢你 不等他有所回应 我连忙继续开口 生怕慢了 就会失去跟他袒露心生的勇气 又怎么会不知道我暗恋他 回想起之前的种种 其实不用他回答 我大概也知道答案 我可以辞职 可以了 这五个字 已经充分表明了他的态度 我强称着笑 以你好自己的悲伤 洋装无恙地打去 不喜欢就不喜欢呗 只说不就行了 非要绕这么大一圈 做不成情侣 至少还是朋友 至于要辞职这么严重吗 行了 刚才就当我放屁 各回个五把 我得赶紧冲个热水澡 大叔晦涩不明地盯着我 沉生恩了一声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应付着点了点头 迅速关上门 转身冲进卫生间 站在花洒下 水声瞬间通过我的哽咽 不喜欢就不喜欢 谁稀罕 好吧 我稀罕 一时的失败 并不能代表什么 至少我知道了 他并没有什么女朋友 追福路漫漫 任重道远 不能因为一次小小的挫折 就打退堂鼓 我给自己做了一六十三招的心理建设 最后 终于说服了自己 不摘下这朵高领之花不罢休 我用蒸汽眼罩 敷了会儿眼睛 放空期间 站在他身侧的大叔出声提醒 给童小姐道歉 对不起 驱灵小声嘀咕一句 脸上写满的不甘愿 我已靠在门上 假装扣了扣耳朵 提高分贝道 什么 我耳朵进了好多水 听不清 麻烦你大点声 驱灵本想转身就走 却被大叔拦住 我借机添油加醋 别拦着 不是真诚的道歉 我也不稀罕 但咱俩的仇可没完 驱灵被我激怒 转身就对我怒吼 我已经道歉了 你不要得寸矜持 无缘无故被你打 我还没让你跟我道歉呢 话音还未落 我猛地上前甩了他一巴掌 速度快到 就连一旁的大叔 也没反应过来阻止我 我甩了甩微痛的手 难不经心地说道 小姐姐怕不是对无缘无故 有什么误解 你差点害死我 还想让我道歉 长得不美 想得倒挺美 你个没叫养的臭丫头 看我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说话间 驱灵被我激得失去了理智 眼看就要冲过来打我一顿 大叔再次拦下了他 冷声警告 你冷静点 驱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对大叔哭诉 你让我怎么冷静 他接连打我这么多下 你连帮都不帮我 你是不是爱上他呢 你一定是爱上他了 大叔双眸染上薄怒 又发什么疯 我疯 对 我最爱的姐姐 为了保护你被人捅成马蜂窝 我不疯才怪 驱灵的声音接近嘶吼 他指着我继续质问大叔 你爸是上市公司老板 你妈是大律师 如果不是喜欢这个臭丫头 你能甘愿做他身边的一条狗 我告诉你 姑亲 只要我在了一天 你别想对叛我姐 你欠我们的是 我姐的一条鲜活的生命 你们想在一起 可以把我姐还给我 我错愕地看着发疯的女人 没想到他和大叔 竟是这样的关系 这样想来 大叔也不算骗我 那个救了他的姑娘 的确是他的命 只是 用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来困住另一个的一生 会不会太过霸道了 就像我妈死后 我爸重新找第二春一样 是去的 人可以用来缅怀 但绝不是让还活着的人 永远活在过去 而且 这个女人所表现出来的战有欲 绝不仅仅是 替自己的姐姐抱不平 她也在遍及大叔 喜欢就喜欢 有什么好不承认的 用你解来困住一个男人 会不会太不讲道理了 我突兀地插了一句 许师 我把他的小心思暴露了出来 屈灵扭曲的脸上 卖上杀意 双眸英智地盯着我 歇斯底里的怒吼 放屁 你想跟他在一起是吗 别想了 只要我还活着 你们俩别想在一起 你 我话才说一半 突然被大叔喝止 都少说两句 他眉头紧促 压着火气对我说了句 你先进去 见我迟迟不动 他强制把我推进房间 而后又把房门关上 当我在打开门 大叔已经拉着封边状态的屈灵 进了他的房间 所以大叔身上背负了一条人命 才所心所爱吗 不过他家里条件应该不差钱 当初为什么答应我爸 留下来当我的保镖呢 对面大叔的房间 没有任何动静发出 我不由好奇心作祟 蹭着小布来到他门前 将耳朵紧贴在门上 想窥探一二 清哥 对不起 我刚刚又冲动了 房间内传来屈灵抽气的声音 我知道你最爱的人始终是我姐 又怎么会爱上别的女人 我是被那个臭丫头 气得失去了理智 才口无遮拦 说些有的没的 几秒钟的静谜后 随即传来男人的一声叹息 下不为例 屈灵 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也不想总提我姐的死 更不该怀疑你对她的感情 屈灵几度哽咽 唾气到 可我忘不掉 我姐毫无生气 躺在病床上的样子 她从小就想当一名有名气的记者 为百姓发声 揭露世间恶行 这么一个善良勇敢的女人 还来不及在她喜欢的行业 大展身手 就活生生被凶徒一刀一刀捅死了 面对屈灵略带责怪的哭诉 大叔沉生低难了一句 说我对不起你姐 这也不能全怪你 最该怪的是 那群里面人性的混蛋 对顾叔叔有意见 心生怨恨 想拿你开刀 报复顾叔叔 恰巧你休假回来 和我姐在剑上面就 亲哥 这世上任何一个女人 都不会比我姐更爱你 听到这儿 我转身迈着沉重的步子 回到房间 心中像是压一块大石头 憋门而又压抑 屈灵姐姐的死 宛如紧箍咒一般 操控着大叔的人生 甚至成了她的心结 同时 也是横在我们之间 无法跨越的鸿沟 想追到她 除非把她的心结打开 但解开心结又谈何容易 要么大叔自己慢慢释然 我在网上找了家 规模比较大的侦探社 怒打五万块 把大叔的照片和个人信息 发了过去 让他们尽快把大叔 没有的全部信息 查出来发给我 有钱能使鬼推磨 他们第二天 一早就把我想要的资料 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我浏览了资料 为我感叹 大叔的女朋友 的确是个漂亮又优秀的女人 翻到资料的最后一页 我瞳孔猛的一阵 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想 在我脑中一闪而过 我连忙拿着手机 敲开了大叔的房门 询问的话 在见到大叔的状态时 又被我咽了回去 只见他神清萎靡 双甲犯着不自然的红 身上传来刺鼻的酒气和烟味 我偏头向屋内探了探 茶几上堆满了被撵扁的啤酒罐 烟灰缸里也积满了烟头 大叔是又想起你有的死 借酒消愁了吗 彤小姐 有什么事吗 我自动忽略掉对方的问题 下意是抬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上面的滚烫 让我心下一惊 大叔 你发高烧了 我担忧出声 清歌发烧了 驱灵突然出现 他急不来到门前 伸手要触碰大叔的额头 却被大叔及时躲开 驱灵只好信心收手 我去给你买感冒药 高烧硬挺着 很容易烧成肺炎的 说完 不给大叔任何反应时间 转身就要离开 他脸上的焦急 以及急切离开的脚步 把他不单纯的小心思 展现的灵密尽致 有事吗 大叔沙哑的声音 拉回了我的思绪 我转回头 对上他那双深邃的眸 恍然想起自己前来的目的 可大叔正在生病 此时显然并不是 质问他的何时时机 我摇摇头 准备转身回房 身后却陡然传来大叔的声音 这次回去 我准备离开了 我惊诧回头 压在心里的疑问中 是没忍住 你舍得吗 大叔挑了挑眉 不解反问 什么意思 既然已经开了头 我索性直接问了出来 你当初选择留在我身边 并不是为了我爸提出的高薪吧 大叔双手插进裤子口袋里 协议在门上 不打反问 你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我翻出手机里的资料 面朝他举了起来 在确保他看清手机内容后 我缓缓说出了他女朋友的名字 屈美美 谁知 屈而复反的屈灵 在此时突兀的应了句 我和大叔双双错愕地看向屈灵 刚刚他下意识的反应 就好像是有人在叫他本人的名字一般 只见他脸上滑布一抹惊慌 手忙脚乱地收起手机 一副心虚的模样 不等我开口质问 他先主动做起来解释 我正查这儿附近哪有要点 你突然叫我姐的名字 我差点以为我姐死而复生了 真是吓了我一跳 这解释越听越有一种预盖迷章 不打自招的感觉 见我和大叔谁都没应声 屈灵称起一抹不自然的笑 生硬地转换了话题 清哥 你头包过敏吗 我刚刚走到电梯突然想起来 发高烧一般都需要吃点消炎的 我很想当场打不杀郭文到底 一探究竟 他到底是屈灵还是屈美美 大叔却先一不开口 不用麻烦了 我房间里有药 我和童小姐还有试药谈 屈灵依反常态 并未对我表现出任何的敌意 反而善解人意地说了句 既然你们有事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回房了 我指着他仓皇离开的背影 不解小声问了句 你不会没听出来吧 他刚才很可疑 这是我的私事 看来他并不想继续跟我讨论屈灵的身份问题 他如此淡漠的态度 让我心里涌上一抹色意 好 那不聊他 这个你要怎么解释 我再一次举起手机 大叔紧领了双唇 双眸中有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见他并未否认 我连声追问道 所以我做手术那天 在病房跟我说 助我早日康复的那个陌生男人 其实是你 大叔陌生了片刻 点了点头 当年屈美美被宣告脑死亡 浑身脏气 都有或轻或重的顿伤 唯一能捐献的只有眼角膜 好巧不巧 捐献日期就是我做手术的日子 一个巧合是偶然 多个巧合就是必然 当我看到资料时 心中就有了大概的猜测 我就是那个受捐者 你留下 其实是为了守护他的眼角膜 你救我也不是建议勇为 而是为了救下他的眼角膜 你平日里对我的所有关心 都是因为我眼睛里 有属于他的眼角膜 我连声斥问 把心中的愤懑与不甘 一股脑地宣泄了出去 看着他即便面对我的质问 也没表露出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我的心渐渐冷了下来 原来一个人爱得太过炙热 最后被灼伤的是自己 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大叔的呢 或许是他像英雄一样 出现在我面前 或许是他不自然地 用我入怀安慰我时 让我感到了满满的安全感 一或许是他不经意间 流露出对我的关心 让我误以为 自己在他心中有了不一样的存在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 不过是因为我眼睛里的眼角膜 是他死去的女朋友捐献的 他一直守护的也并不是我 而是屈美美留在这世上唯一的东西 15岁生日那天 我和我妈遭遇了车祸 一死一伤 死的是我妈 伤的是我 我失明了 但我还有重见光明的机会 只要换一双眼角膜 我却拒绝了治疗 如果不是我提出要吃黑天鹅蛋糕 我妈就不会亲自驾车带着我外出 自责 愧疚 悲怨整整在我心里压了三名之久 直到我爸教了新年诱 彻底从我妈去世的阴霾中走出来 才推心之父的跟我说 你这孩子对别的事看得都挺开 唯独你妈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但是未来的日子还长 爸都走出来了 你也该走出来了 琪琪 你知道你身上哪里最像你妈吗 你的眼睛 爸希望你用这双眼睛代替你妈继续看这个世界 到时候去她目前讲给她听 也算是她生命的一种延续 我考虑了一个月 最终点头同意了手术 可谁又能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决定 也让我成为了屈美美另一种的延续 回房后 我立即订好了回程的机票 独自坐在床上 越想越憋屈 这场无疾而终的暗恋 以我的自作多情开始 以我的狼狈不堪结束 她乱我心神后 拍她屁股就想全身而退 凭什么 我愤愤不平地再次敲开了大叔的门 越过对方 直接闯了进去 见大叔面无表情地处在门口 我阴阳怪气地讥讽道 今晚我就回去了 你跟眼角膜的相处时间只剩最后几小时了 面对我的挑衅 大叔面色如常地随手关上门 折纸沙发 随便坐 我先去换件衣服 他太过冷静了 冷静到我所有怒火 宛如打在了棉花上 没有丝毫的回忆 挫败感让我的怒意更生 看着他走进房间 我撸着袖子 贸然推开了房门 一幅袖色可参的画面 就这样粗不及防地映入眼帘 吃着上半身的大叔 无奈地说了句 出去 我从耳不闻地倚靠在门上 肆无忌惮地盯着他壁垒分明的腹肌 故意吹了声流氓哨 大叔宝刀未老 身材不错 不过你千万别误会 可不是我想看 而是你心爱的眼角膜想看 见他脸色沉了下来 我顿敢几气 不作不死地继续说道 现在想想 我喜欢你应该也是受眼角膜的影响 你那么老 性格又无趣 真不知道 我当初到底喜欢你什么 大叔闻言 直接将手里的白衬衫扔在床上 似笑非笑地向我走了过来 眼神中充满了不容忽视的侵略性 我认怂的咽了咽口水 下意识向后退了几步 想只能起气势 不想一开口便破了弓 不 不带动手的 打我就相当于打你心爱的眼角膜 见对方离我越来越近 我决定先下手为强 直接像烤拉一样 跳到他身上 老人家火气大队身体步 我挑衅的话才说一半 人就被对方抵在了墙上 身后是冰冷的墙 身前是炽热的胸膛 我被夹在中间 冰火两重天 但任什么都可以 绝不能认输 我双手突然拖着他放红的双甲 上面的温度依然灼热 看来大叔的烧还没退 我微不可见地吞了口口水 抑着他有些干裂的薄唇 呼吸不由自主地变得急促 气氛在一瞬间变得暧昧淋 双手捂住发烫的双甲 为了缓解此时的尴尬 别扭的几时 刚刚刚不是我亲你 是你亲爱的眼角我亲你 我先回去收拾行李了 我刚想转身跑开 手腕却被大叔抓住 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期待 难道大叔终于开窍 意识到自己对我是喜欢的 几点的飞机 我跟你一起回去 他拉住我只想说这个 一抹失望涌上心头 还是别了 我讨厌分别 我摇了摇头 拒绝了他同行的要求 说完 我甩开他的手 就在下一秒 又被对方拉住 辞职之前 我有义务保证你的安全 听到这句话 我视线瞬间变得模糊 垂下头 我胡乱擦着眼泪 我只要一想到 我们每一次的对视 你都是通过我去看另一个女人 你的每一次守护和关心 都是为了另一个女人 我的心就好疼 大叔 我是童天奇 从来不是什么去美美 一场幼稚的挑衅 最后一步花而散结束 回家后 大叔再也没出现过 我爸为了我的安全 又帮我顾了一名私人保镖 所有人都没看出我的异常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身体和内心各过各的 身体过得有多充实 内心过得就有多空虚 尤其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每每想到一强之隔住的人 再也不是大叔 那种踏实感就宛如他人一样 一去不复返了 我辗转反侧 起床来到阳台 手里把玩的大叔 留在房间为带走的香烟 时不时放在笔下嗅一嗅 闻着熟悉的烟草味 仿佛他还在我身边一样 突然 楼下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 我寻声望去 只来得及看到闪灭的尾灯 心没有来得开始狂跳 鬼使神拆 我光着脚跑了出去 大门前的空地上 散落几只烟头 我随即转身跑到监控室 查看了门口的监控 当见到大叔 其常落幕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中 我连忙给他打去了电话 一声 两声 三声 零声没响一次 我的呼吸都不自觉地跟着放话一次 终于 电话被接通 在听到那道熟悉而又低沉的一声为时 我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了出来 话语中透着从未有过的尖酸刻薄 你刚刚为什么来我家 想你的演讲魔了是吗 我要不要干脆把他们还给你 电话那端的男人沉默了片刻 嗓云低沉地呢喃了一句 抱歉 听了他只有两个字的回复 我怒意更生 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把我家当什么了 你把我当什么了 话音还未落 对方那边突然传来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 随之响起了一声刺耳的撞击声 请客间 时间仿佛静止 心顺时提到了嗓子眼 我颤抖着喃喃了一句 大叔 迟迟没等来对方的回应 火星咯噔一声 坠坠关的跑出监控室 抽叶道 大叔 你怎么样了 不要吓我 大叔 你快说话 千万不要有事 片刻后 电话里陡然响起了大叔沙哑的声音 我没事 听到他平安无事 我心里的防线彻底崩塌 不过颜面也无味结果 只想把心里话一并向对方倾诉 大叔 我好想你 你可不可以回来 两久 那端传来一声叹息 给我点时间 挂断电话 我飞奔回房间 亢奋了好一会儿 才渐渐平复下来 躺在床上 我开始冷静分析 大叔突然转变态度的原因 他所心所爱 是因为背负一条人命 如今 他的态度有了变化 会不会是因为 当初屈美美的死另有蹊跷 我立即拿出手机 又找到上次合作过的侦探社 要到了屈林家的地址 或许答案就在他身上 几日后 我一早来到了屈林家楼下 决定深入虎学一探究竟 正要摁门铃 突然传来电梯开门的声音 你来我家做什么 从电梯出来的 近视屈林 以及在他身边的大叔 大叔脸上滑过一抹错愕 显然没想到 我会在这里出现 我洋装淡定的轻壳一声 我想跟你聊聊 屈林诧意反问 你要跟我聊 方便请我进去坐坐吗 屈林看了眼大叔 双眉紧簇 神情已经明显表现出拒绝之意 一起进去吧 大叔主动开口 就这样 我顺利地进入了屈林的房子 我和大叔刚坐下 屈林的手机响了起来 听电话的内容 是让他去取一个倒妇的快递 趁他出门 我连忙起身 开始观察整个房间的布局 屈林家不大 里面的摆受一目了然 唯独有一处比较怪异 房间本该是长方形的构造 在衣柜旁边 突兀地突出了一面墙 我好奇地走了过去 看着打在墙面上的镜子 鬼使神差 我抬手用力地推了推 哪只镜子是活动的 险些失去平衡摔倒 我堪堪稳住身体 诧异地看向别有乾坤的镜子 没想到这近是到暗门 大叔紧随其后来到我身侧 小心 有没有碰到哪 我摇了摇头 就是彻底 将镜子推开 直接表明了来意 我就是想搞清楚 当初死的到底是谁 言外之意 我严重怀疑屈林就是屈美美 可话音刚落 就被眼前的景象 经得一时间湿了雨 大叔在见到里面的情况时 脸上也显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原来当初死的真的是屈林 而如今活着的其实是屈美美 大叔 自己的女朋友你都分不出来吗 看着大叔不算好看的脸色 我当即见了声 他们俩当初是相亲认识 因为大叔身份的特殊性 估计两人见面的次数也不会多 他们俩姐妹还是同卵双胞胎 外表极为相像 再加上屈美美 有意按掉他妹妹的风格穿衣打扮 也难怪大叔没认出自己的女朋友 我走向写着屈林名字的牌位 心中不禁生疑 既然大叔的女朋友是屈美美 当初替大叔挡刀的 为什么会是屈林 屈美美又为什么假扮他妹妹 我回头看了眼大叔 心中泛起一股酸涩 想必屈林也喜欢大叔吧 否则怎么会甘愿牺牲自己 去替大叔挡刀 漠然 门外传来恩密码的声音 大叔及时把镜子复原 小声叮嘱 先想办法尽快离开 我和大叔急步来到沙发坐了下来 洋装若无其事地翻看着手机 待屈林放好快递 大叔出声说道 我家里突然有点事 你解的东西 下次再给我吧 怎么会这么急 屈林跟着起身 挽留之意很明显 大叔偏头看了我一眼 你爸联系我说找不到你 走吧 先送你回去 我当即配合到 哦 好 屈林冷笑一声 毫无预兆地说句 你不是辞职了 为什么还要送他 说话间 他走到我和大叔面前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在房间里装了隐形摄像头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何必再演 我惊慌抬眸 与屈林对视 对方的双眸中 充斥着杀意与愤恨 他弄不可恶地谩骂 当初你怎么没被淹死 如果不是你 我就不会暴露 大叔上前一步 护在我身前 对方见词 整张脸变得极为扭曲 几乎嘶吼道 自从他出现 你开始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我姐才死几年 你就变心了 你怎么可以背叛我 听了他语无伦次的话 我没忍住 再次推开镜面 指着里面的牌位 顺势回对 屈美美 你神经错乱了吗 死的明明是你妹妹 当年 你跟大叔才是情侣 为什么跟大叔约会的 反而是他 你妹妹死后 为什么你又顶替他的身份 闭嘴 屈美美双手捂着脑袋 不停地喃喃自语 我是屈灵 不是屈美美 不对 我是屈美美 才不是屈灵那小贱人 他记得我男朋友 甚至每天都在日记本上 写他对清歌的爱你之情 要不是我发现了他的日记本 还不知道他这么不要脸 我和大叔念念相去 看屈美美的状态 显然是精神已经不正常 我试探性的诱问 既然你恨他 为什么还要给他设牌位 屈美美神情恍惚地 看向我身后的牌位 不自嘟囔着 因为他总阴魂不散缠着我 可我也没想到 那些人会狠到这种程度 那些人 大叔随即追问 哪些人 就是 眼看屈美美 就要把当年真相说出来 谁知 他又突然一时清醒过来 双眸阴狠地瞪着我 你和屈灵一样 都该死 凡是要跟我抢清歌的 都要死 说话间 他毫无预兆地朝我冲了过来 大叔一把将我揽入怀中 躲开了屈美美的进攻 对方见状 情绪变得更加激动 尖叫一声 怒斥道 清歌 你不能喜欢别的女人 如果那些人发现我没死 还会来杀我的 除了你 没有人能再保护我了 大叔垂眸看了我一眼 低声说了一句 别怕 到我身后去我点了点头 走到他身后 紧钻了他的一脚 我可以保护你 大叔沉声道 屈美美神情一愣 诧意问道 真的吗 你不要骗我 清歌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大叔躲开屈美美 要拉他胳膊的双手 前提是你告诉我 对方是什么人 面对大叔的问题 屈美美迟疑片刻 缓缓开口 他是本地有名的慈善企业家 我接了个采访他的任务 同时告诉我他背景复杂 为了拿到独家劲爆新闻 我暗中跟踪他 却意外撞破他杀人 我明明已经很小心 可在离开时 还是被他的人发现了 我抱着他的杀人证据 也不能昧 接连几天都收到他的恐吓短信 虽然是陌生号码 但我知道就是他 就在你休假回来的第二天 我又收到了他的短信 他说不把证据交给他 他让我活不过今天 我当时真的好怕 按照他的很厉程度 就算我把证据给他了 恐怕也难逃一死 恰巧 薛琳知道你回来了 跑到我家说 买了香水要送给我 无视线殷勤 他就是想跟我抢男人 他就是这样 表面不争不抢 但从小到大 暗地里没少跟我抢东西 既然他那么爱抢 一不做二不休 我装作身体不舒服 让他穿着我的衣服 说我平时的发型 代替我去赴约 我换上他的衣服和发型 紧随其后 亲眼看着那些人 在他身上捅了一刀又一刀 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 哈哈 我松了一口气 多亏我有个双胞胎妹妹 薛琳美脸上显露出 极为变态的笑 显然她此刻的状态 已经意识不到 自己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那些杀人证据呢 大叔淡默地问了一句 薛琳美脸疑惑地嘀咕着 证据呢 证据呢 哦 我想起来了 离开前 我把证据摆到了明显的位置上 等我接到物业通知 说家里被盗 我就知道这件事彻底结束了 之后的事 不用说我也大概猜出七七八八 那时大叔以为是自己父亲得罪了人 才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薛琳美顺势把自己的事瞒了下来 一边以屈灵的身份 心安理得的生活 一边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大叔身上 让他出于愧疚 被他操控着 这个女人的聪明 真是都用在了歪门邪道上 大叔趁着屈美美望我狂笑 挖着我走向门口 屈美美不知从哪儿找出一把尖刀 从后方朝我冲了过来 清歌是我一个人的 你别想活着离开 千军一发之际 大叔用胳膊替我挡了一刀 见状 我抬脚就把屈美美踹倒在地 看着大叔胳膊上猙獰的伤口 我怒意更甚 拿起玄关上的摆剑 就要向屈美美砸过去 却在半途被大叔挡了下来 你快开学了 别惹事 这都什么情况了 还惦记我开不开学 我洋装听话地放下了手 待她松懈之际 毫不犹豫地用尽全力 将百剑砸在了屈美美的身上 屋内瞬间响起女人哀叫声 我心中顿时唱快了许多 敢杀我 敢伤大叔 见我又要动手 大叔用悬关柜上的绳子 绑住了屈美美的四肢 然后迅速带我离开 报了警 来到楼下 我在附近药店买了点符和纱布 先简单处理了一下大叔的伤口 等待出警期间 我担忧地问了句 大叔 去美美会被定罪吗 大叔掏出手机 播放了一小段录音 好家伙 没想到大叔把刚刚我们之间的对话 全部录了下来 把所有的证据交给警察 一切由法律定夺 我点了点头 就算他不被定罪 恐怕也难逃 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命运 事情告一段落 我以为大叔心结一解 我们可以谈个甜甜的恋爱了 谁知这家伙一直对我爱搭不理 我找到小爸 答应给他一万块 让他霸凌我 想一次引起大叔对我的关注 计划实施当天 大叔按时赴约 我给小爸使了识眼色 没想到 这个不靠谱的 竟然主动掏根烟地给了大叔 还不忘挖苦我一句 哥 你家小公主的脑子 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大叔微眠着眼 朝我吐了一口白雾 同天起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 则 一不小心吐真言了 小爸吹了声流氓哨 跟大叔勾肩搭背的言语我 哥 原来这不是小公主 是小桃花呀 大叔漫不经心地腻了他一眼 小爸跟老鼠见到猫 当即把 手放了下来 摸着鼻子说 我哥马上休假回来了 世界真是小 小爸他哥竟然跟大叔是战友 看他们熟悉的样子 好像还是关系不错的战友 我撇了撇嘴 瞪了大叔一眼 这就是最近你对我爱搭不理的原因 你要回去了 大叔沉声恩了一声 谋色沉了沉 好好学习 不怪会有人跟我汇报 我瞥了一眼不靠谱 闷声敌步 你是我谁呀 凭什么要求我好好学习 大叔上前主动挖起我的手 不等我有所反应 人就被他拥入了怀里 你是我心爱的眼角膜 闷声 闻路踩了一下他的脚 大叔单手加了烟 嘴角勤的淡笑 揉揉揉我的头发 再踩我 我就要亲你了 原来大叔竟是这样的男人 老不正经 说亲还不快点 我疯狂压抑着要翘起的嘴角 故意又踩了他一脚 坏丫头 大叔将只抽了半根的烟 扔掉地上 步步紧逼把我抵在墙上 带着淡淡烟草味的双唇 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落了下来 全轮完